下一份公司你甭想 我等劳动局的 我现在就违法解除 我告诉你了 我现在就违法解除 你凭什么违法解除呀 我违法你管得着吗 我违法你管得着吗 你怎么违法就违法呀 那咋按照法律办呀 对呀 我违法 你听不懂人话呀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听劳动局的说法呀 你听不懂人话呀 你现在可以去呀 你现在就去呀 你现在给我走 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走 我等劳动中裁的说法 我现在取消你所有的权权 不允许你再进入我的公司 你可以去到 咱慢慢打官司 我跟你说了 劳动仲裁一审二审 我有的事要慢慢等你 你试试看 你他们两年半找不着工作 你试试看 你甭想再找工作 我他妈下落也有饭吃 你自己想明白吗 你跟我这儿讲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你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 我就是没有 我告诉你了我违法 我告诉你我给他怎么着 公司一生要成熟 就是这个素质怎么着 你敢上传一个试试 我现在就打110 不是你违法了 你都承认你违法了 我现在就打110 然后马上把你请走 好吧 你管管呢 你都违法了 你违法在线上 我说了呀 我没拦着你去告我呀 我拦着你了吗 我等劳动局说法 欢迎再次观看九年一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1月8日 北京消息显示 嚣张 北京一公司高管 公然宣称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重裁 我有的是人和你玩 让你两年半找不到工作 你上传一个事实 并附上了视频开头的相关视频 有关此事 北京当地人士提到 这个在北京非常常见 劳动法根本保护不了劳动者 主要原因是 劳动者维权成本高 费时费力 而大企业凭着自己的资源任意妄为 第二 当地人士提到 这位HR生案劳动法 他知道这种劳动纠纷 会经历仲裁 如果的话会有一审 二审 这个过程可能会未时两年半 他作为公司根本不怕 会有专门的法务团队 专门负责此类事情 这就是人家嚣张的底气 也是劳动者的残酷现实 第三位当地人士提到 硕士女级女月 1977年出生 清华毕业外号灭杰斯坦 在一本简历中显示 当年是曾经在人民网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担任过 人民资源金领 第四位当地人士提到 硕士公司为 位移五道口 清华科技人的 平心科技 任命 维奥克斯 公司 HR 酒院 是清华 94级 是平心创始人 大老板 陈以然 同班女同学 酒院 不是IC行业的 HR 来自高大上的 金融咨询行业 主观此次 涉事公司官方通报提到 近期网上出现 我私人力员工 金某 以前员工孙某 因解除劳动关系 出现真挚的视频 金某情细激动 发表不当言 引发网民极度不适 在此谨向大家 惩治道歉 我私以择命期停止反省 并严肃处理 机器有关北京 雷奥克斯公司 网络真心显示 北京雷奥克斯 科技有限公司 以2021年4月27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 杨岳 注册地位 北京市海定期 当明街18号 1号楼18层 18090号 注册资本 1100万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